诶 吴达 你在干嘛 诶 我在订货啊 诶 我最近有发现台北 然后拍萤火虫和看萤火虫 都超漂亮的地方 而且那边萤火虫超多的 真的假的 有这种地方 这边我会先跟大家讲 消除长铺杂讯跟高 ISO杂讯消除 这个一定要先关闭掉 因为我们如果说不关掉这两个东西的时候 你再长时间曝光 会浪费你很多时间 第二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开到手动模式 M模式的部分 那你的光圈就把它开到最大 那我们开到1.8光圈的话 主要就是可以缩短它的曝光时间 然后还有它ISO值也可以开得比较低一点点 那最重要的话 7点左右的时候天是全黑的 所以说你用自动对焦是完全对不到焦点的 我们就用这个对焦模式把它改成MF 就是所谓的手动对焦 好 欢迎来到向John频道 我是John 我是Wooda 那Wooda我们这次来到哪里呢 牛贝贝生态园区 那John你这次想要教我们大家拍什么呢 这次想要教大家拍的就是 大家都觉得很困难的萤火虫拍摄的方法 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我们准备的器材 有什么 请Wooda帮我们说明一下 好 第一个的话就是相机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镜头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脚架 那第四个的话就是快门线 好 镜头的部分的选择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焦段 Wooda你觉得用什么样的焦段 比较适合新手拍摄 或者说你需要拍摄什么样的方式 应该用什么焦段的 初学者的话会比较建议用50焦段以上的镜头 嗯 因为这样子的话在拍摄萤火虫的光点来讲会比较大一点 嗯 光点会比较清楚 这样子 那广角的 广角的话就是相对的它广点来讲就会比较小 但是你可以拍出的张力来讲会效果会比较明显 我们还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部分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第一个我们建议大家来这个 拍摄的地方的话不要大声喧哗 那第二个的话如果说您今天是要用这个手机来做照录的话 建议把它贴个这个红色的玻璃子吧 那比较不会影响到萤火虫的生态 然后再来不要用就是你长时间曝光的时候 用手机光去补你的景啊 这样子其实是对萤火虫很不好 而且对于其他人的摄影者其实也是感受是不太好 今天天气还蛮好的 所以说我们等一下就会来做一下拍摄 大家之后会看到我跟吴打拍摄的照片分享给大家 那我们就出发吧 Go 那我们这一次的拍摄萤火虫之旅就结束啦 希望以上的教学对摄影朋友们都会有帮助 我们陆陆续续还会再推出很多摄影的教学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看不一样的拍摄题材的话 欢迎在我们下方留言或订阅我们 然后开启小铃铛 谢谢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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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